红加班走出的九位明星 各个都是实力派 第一位 成龙 成龙很小的时候就加入了红加班 但他们都无法和第一相比 红金宝 号称香港影坛的大哥大 连成龙都要叫他一声大哥 神奇小故事 也是中文明星 我是红金宝 打开了很多不错的攻击 红金宝在上世纪的七十 特别是他指导的武术作品 做到影迷的追捧 大家千万不要晓得他是胖子 他和红加班 袁家班 还有刘家班 等星天的红加班 究竟还有哪些 红金宝的红加班 等著名的武术班底 一起缔造了香港电影 辉煌的丰富 红加班的武术班底最具实力 红金宝的一波云天也有口接杯 作为红加班的大家长 他十分注重团队主义 成为新一程导演的爆款动作行为 专利提携每一位成员 带着兄弟们排出了 一系列爆火的经典影片 最佳拍档系列电影的前两户 且在片中出演了呆萌可爱的罗恨火 但一定要有一招可让观众一样 还深受观众的喜爱 随后几年他又出演了下热福星 武术闯江湖 因此就参见一下 红加班是一大动作演员 凭着在武夫妻系列电影中击了人 武打明星层出不穷 而邹赵龙一定是 宴剑和工作最被双重低估的那个 他就是典型反派专业 尤其是副练电影的厂威一角 甚至叫人影响时刻 越来越精彩 就看到常威在不断的获福 身受观众喜爱的精彩配角之一 无好可热的戏剧演员 除了武夫心系列电影外 常威有了更深入了解 在某期采访中 扮演常威的邹赵龙 如此说道 他们都勤募 那么大家说说看 到底谁才是功夫最好的呢 这句话也不几句话 但不得不说 人家确实有话与人贼的 接叫他是香港公司 听反派 虽然扮演反派 但邹赵龙在电影中 二十岁经历香港的影圈 在李小龙先生的电影中 做过武器群演 甚至毫不发措施过 不少的幕后护赵龙的衬托 功夫皇帝也会失色三分 邹赵龙在导火线中扮演的 他曾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香港功夫片中的 精彩配角 而且小张八复 最后和真子丹对决时 在演组防着打了十分钟 而且还是一经道理 李小龙先生去世之后 被红金宝又邀请加入了红加班 迅速成为了红加班的 从下单中最聪明的动作进行 上世纪 伊类兹小喜欢武侠 扮于战缘为师 起初专门做些演员的技术 知道他和师兄弟一起 在香港电影圈做武器群 因为身手不凡 身形又与李小龙先生非常相似 曾在金舞门和龙城护赵龙中 为李小龙成为中国剂 身受了李小龙先生期中 还差点就跟随其 起了好莱坞 可惜李小龙先生一年小时 再到导演 成龙凭借扎实功底 和丰富经验 出走红加班后 还自见陈加班 第七 功夫第一 红加班牛人之 钱佳乐 钱佳乐是全小好的弟弟 就连成龙凭借扎实功底 上世纪80年代初 被哥哥带入电影圈 就能够失 摩扎混淆了几年之后 于1983年 在重加班和红加班 合作的A进化中 准备 后来越来越出名的成龙 选择退出 在拍摄《肥龙猛将》时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 当成龙可不可以奇迹 比你对决时 第二位 原彪 刚开始原彪和师兄 红金堡一起打架 对钱佳乐 钱佳乐是红加班 转型最成功的问题 一场 他的这个飞踢 一般人做不了 其中最危险的一场动作戏 在成龙和红金堡的提携下 原彪事业报复 先后出演了A计划 快餐车等A 71岁 第六位 曾志伟 在球场踢球的曾志伟 结实了红金堡 后来入行曾志伟成功 所以光是实习跳下去 钱佳乐就跳了15次 之后到了正式开拍的时候 在底下保护缓冲的电子 随后几年 红加班为了补营书 为其专门打架了 江湿家族 林华千尚 本经典的林华后复典 营书慢慢离开了五十岗位 穿上盗袍的他 引起来自己的电影事业的巅峰 在此前 梁志伟 他点把钢摔下来的钱佳乐撞戏 第六将试片第一道掌林正英 在红金堡的推荐下拍摄了很多电影 也算是香港影视上的黄金 后来参演了一系列的僵尸影片 从此林正英的大名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第五位 胡马 遇到红金堡后加入了红加班 最出名的角色要求 现女幽魂名延迟下 可惜2015年肺癌晚期 在香港离世下 17岁随韩英介入圈 做起了龙虎武师 还是李小龙的御用无止 为夹和影业占出了两千大修 十多岁就开始做龙虎武师 1985年红金堡到台湾拍戏 与邹少龙初次相识 他一生的好功夫 立马提升得了红金堡的喜爱 于是邹少龙拜红金堡为师 并且都要尊称一生师兄 因体性与李小龙神似 一身好功夫圆华 被他起来做御用提升 一部最佳拍档让他再导演演出 第七 红加班的成就也是无人的 你觉得哪位明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导和演员 可惜能出演的电影并不是很多 曹蓉凯曾主演了《西游记》和圆华 他是个非常专业的演员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终所周知 周星驰影响一言和著称 甚至还因此失去了很多朋友 《圆华》能够得到她 第八位 邹兆龙 当初还是武帝的邹兆龙 受到红金堡一把 从一个跑龙套的小演员成为主角 每次遇到最危险的武打器 别人都躲了远远的 第九位 曹蓉 曹蓉 曹蓉曾经也是红加班的武术志 但从未流过一滴泪水 他塑造的最经典形象 便是功夫中饱足工艺脚 这些年代初 圆彪跟着红金堡和龙叔 进入香港的影圈 做龙护士 70年代中后期 红金堡和龙叔 在香港影坛展门脚坑后 他就与其 跟着两个师兄拍戏 虽然出演的电影 都颇有戏赞 但是一直不运不迫 圆彪作为小党运线的影星 那么成龙互相伯仲 第三 迪威是台湾人 出生在台湾的屏东县 他曾经在台湾入国 我们曾经详细地介绍过 宁出的风险之路 感兴趣小伙伴们 可以重碰重脸 台湾还有两名的同手道 和台湾道和国书的总交投 曾经参加三叶美国演道场 美国观众所输取 获得全场总冠军 实战能力深强 叶擅长刀术 剑术和棍术 这些或许可以用来解释 在服兵役期间 他所饰演的道场 虽然不像宁出那样 被宁离风神 但是同样也是 是众一面心中的经典道者之一 红家旦牛人之 身为齐小福之一的他 便没有像石兄弟一样 又这对眼督的渴望 反而转向幕后 当其电影和武术指导 就连理连结经典武打电影 红家旦牛人之 袁逵 袁逵是红金堡的同文石兄弟 也是齐小福的成员之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在香港的一圈 所龙武士 七十年代之后期 就看史文功夫片 很少有人知道 他曾经是红家班的成员 袁彪电影事业的巅峰时期 在香港的影坛 甚至可以和红金堡和崇隆起名 就这样一个形象不甚高大 长相不帅 声音也不好听的演员 看起来没什么和人之事 在当红时退出了影坛 2014年再度复出时 香港电影已经陌落 袁彪也不复当年之勇 红金堡与刘家良 像是进入了影视圈 当年人才具体的红家班 除了上 因为他认为 成家班只会有成龙 不会有曾志伟 上述提到的几位牛人外 还有吴马 董伟 成龙 迪威 曹仁等等成员 他们也都跟随红家班一起闯出了名堂 他们都曾为香港电影的辉煌 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不过由于节目时间的外形 原谅玄奖不能够在这里 给大家一一介绍 好了 本期盘点就到这里吧 如果大家发现 玄奖说错或者说了了什么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补充哦 评论点赞收藏转发来一锅 玄奖还有更多精彩盘点 等这一大家一起分享哦 曾志伟在香港的口碑也渐渐落寞 对此你怎样看待呢